好的,歡迎收看,我阿爾海姆,Valheim,我是尼亞斯 今天呢,我們要來攻略我們的沼澤 對,我這邊寫儀式沼澤喔,這是我私底下在航行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私底下把這邊建了一個新的零食礦工坊 然後我在這邊挖礦,透過船開繞過來把礦拉回來 為什麼不直接開一張新地圖去做一個挖礦的動作再把它帶回來 是因為我覺得這樣有點bugbug的感覺啦 對,自己喜好問題啦,沒有說對與錯 只是說我比較喜歡就一張地圖玩到底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很費工的航線 那為什麼這邊會直接直線往下拉呢? 是因為我原本以為這個島大概就這麼大 然後這邊下面是水,是海 我可以這樣繞過來繞到這個地方 那距離就很近了 可惜沒有 我就一直往下開,我想說到底到底了沒有 到這邊我終於受不了了,我回來 然後是中間找到這個沼澤 然後私底下呢把我的這個青銅裝幾乎都升到三級啦,除了斧頭 還有這個巨模皮斗棚,因為我的工作還等級都不夠 對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家圍了一圈 然後蓋了兩個這個燒礦的東西 然後弄了一大堆青銅啊 我現在已經有一組多的青銅了吧 對,30 53個青銅 沒錯 下雨天了怎麼辦 這就是我們的沼澤,有沒有看到 它的樹都是沒有草的 這就是沼澤 哇,這長草有點,長得有點高啊 然後我們必須,我想要在沼澤附近蓋一個傳送門 這邊路我沒有要理他啊 我們在這個位置 交界處吧,蓋一個傳送門 好,我可以蓋我的傳送門了 好 現在就在我們的沼澤附近 我們先回家 把一些多的重的東西放回家 有蜂蜜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準備要進攻我們的... 沼澤了 這什麼東西啊 這樹可以砍壞嗎 好像不行對不對 我聽到怪物的聲音,這什麼 屍鬼 屍鬼 屍鬼沒有很強的感覺 還有屍鬼弓手 屍鬼弓箭手啊 我大概砍兩三刀他們就掛了 他們會噴什麼 我記得這個內障好像做香腸用的 這什麼,很久很久以前 什麼什麼去探 這什麼東西 這可以砍耶 為什麼對這個就會有中文啊 他寫得不清不楚的 等一下,這是幹嘛 我聽到 這什麼怪物 唉唷,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水智嗎 馬黃 馬黃會掉什麼 唉唷,血帶 喔,有抗霜了 有抗霜了 喔,我可以去雪山了 我可以去雪山了 等一下這 哇塞 哇塞 這地方 感覺有點 有點來頭 來頭不小 唉唷,我看到前面好像在打怪喔 在PK的樣子喔 前面在幹嘛 兩隻在互打耶 兩隻馬黃在互打是不是 唉唷,兩隻馬黃在打架 玩假耶 三隻 哇,超多隻 嗚呼,發生了 唉唷,我會中毒,我會中毒 等一下 馬黃的攻擊會中毒啊 我,砍不到他 等一下,先不要 我要死了 やめてください 先生 這樹好像可以砍 我砍看看這 會掉什麼木頭 好像是一般的木材吧 喔,新的 古樹皮 可以做篝火 唉唷 古樹皮 到時候來研究看看 哇,那個 這什麼東西 有火焰耶 喔,那什麼 那什麼 那什麼 那什麼東西 喔,喔喔喔喔 喔,這什麼鬼 唉唷 喔喔喔喔 火球啊,燕靈啊 燕靈,燕靈 燕靈,你怎麼在這裡 燕靈 喔喔 燕靈啊 燕靈,你怎麼在這裡 燕靈 雷 呃 Wuhan,她們能吃到 食材 抗毒的 燕靈,你怎麼在這裡啊 Wow said,打得很痛 Samuel 他們血量不高 但他們速度有點快 燕靈,你怎麼在這裡? 我打不到他 喔!打到啦! 哇! 它會爆炸! 太會閃了吧! 月靈靈那裡的家啦! 喔唷! 呵呵! 這個火球速是怎樣! 欸! 感覺很難打欸! 等一下! 我先囤一下體力! 欸欸欸! 什麼鬼! 哇哇哇哇! 等一下! 欸! 別擋到! 揮不到! 揮不到! 等一下! 等一下! 哇!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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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 欸! 欸! 它為什麼殘血? 我剛才有打它嗎? 喔唷! 等一下! 再拿打一下! 有了! NICE! 什麼東西? 鎖鏈! 鎖鏈跟鍛造什麼東西? 喔! 什麼! 等一下! 東西太多! 我 我承擔不起啊! 剛剛那個應該是鬼魂啊! 至少有觀眾跟我講說 就是會遇到鬼魂! 等一下! 那什麼東西? 那是傳說中的史萊姆嗎? 它會跳欸! 它跳得有點大力喔! 但是它掛了! 喔唷! 好多新配方喔! 軟泥! 那什麼東西? 啊! 這有什麼? 這重生點嗎? 8滴! 欸! 這重生點!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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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痛的! 哇!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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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一下! 哇! 這屍鬼的速度有點快! 射箭的速度好像也有點快! 屍鬼... 喔! 兩隻啊! 它這個旁邊我不知道什麼東西啦! 應該是重生的! 我先不打! 我先繞掉! 因為我覺得... 旁邊那個... 哇! 我提掉了! 這樣不太夠了! 旁邊這個應該蠻重要的! 那邊那隻先射掉好了! 我不想... 它來偷襲我! 喔! 直接死! 這應該蠻重要的! 啊! 這個就是那個啦! 啊! 我要鑰匙! 等一下! 我先標點! 地層! OK! 還有... 還有東西! 我看到這邊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做! 冷卻桶好像有... 喔! 有新的! 鍛造風箱! 它是用來熔爐改善! 我可以升級我的熔爐了! 它要四個鎖鏈跟五個鹿皮! 鎖鏈是打那個... 幽靈啦! 大的幽靈! 我現在才兩個鎖鏈! 然後... 壁燈好像之前就有了! 吊火盆好像也是裝飾吧! 其他看起來應該都裝飾啦! 鑄鐵鍋! 抗寒的藥! 一個灰來人之眼! 兩個雪... 雪帶! 還有五個那個... 藍色的草! 欸! 藍色的草是每個都要用嗎? 啊! 沒有沒有沒有! 只有抗毒跟抗含藥! 喔! 難怪之前有觀眾說那個黑暗03這個草很重要! 然後香腸的話它健康蠻高的欸! 可是它要生肉! 所以到時候我們的肉可能就不能拿來做那個熟肉! 都要拿來做生肉! 香腸四個... 哇! 持續1600秒! 而且一次治療三滴血! 我現在這邊最多蜂蜜五滴血啊! 這個都一滴血! 頂多好像熟肉兩滴血吧! 這也要這個草! 難怪這麼重要! 可以可以! 啊! 我們下去囉! 打開! 哇賽! 地下聖堂啊! 哇! 怎麼樣! 怎麼樣! 要! 要! 這會毒嗎? 我不確定會不會毒啦! 但是我還是先吃! 欸! 有怪! 有怪物的聲音! 黃蘑菇我先拿! 欸! 欸! 這什麼? 這石頭嗎? 這不能挖! 這死路! 喔! 廢掉是不是! 喔! 這可以挖! 這可以挖! 喔! 好帥喔! 鐵碎穴! 這應該是之後我可以建造東西用的! 只是有點暗喔! 這樣才挖到三個 有點少! 欸欸欸欸! 什麼鬼! 欸! 我不是有吃抗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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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 我不是有吃抗毒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是有吃抗毒嗎?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不是有吃抗毒嗎? 我不是有吃抗毒欸! 騙人的玩意兒啊! 喔! 受到的毒傷害減少! 喔! 他不是完全抗毒喔! 喔! 被騙了! 看一下! 欸! 欸! 聽... 聽感覺好像很多怪欸! 喔! 這什麼東西? 重生點嘛! 這重生點對不對? 喔! 好噁喔! 那個... 的聲音超噁的! 有個箱子! 喔! 腿...鐵... 不是...腿! 鐵碎穴! 欸! 我預計不錯欸! 大家有看到嗎? 他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像倒石啊! 倒像石啊! 欸我馬上就可以看到下一隻... 哇塞! 等一下下一隻boss怎麼那麼遠啊! 超遠欸! 超級遠! 超遠的! 遠到爆! 枯骨! 新材料! 等於說這邊是讓我挖那個鐵的啦! 這邊... 泥泞嘛! 我先看一下這個可以幹嘛! 他可能要先燒欸! 等下...拿下去燒! 都裝不下! 木炭四個嘛! 我們先放他去燒看看! 一次只能燒十個! 然後銅先塞回去! 先塞這裡! 我要...我要...先弄那個青銅! 欸! 這樣子比較快! 這樣子! 快多了快多了! OK! 可以! Alright! 我的... 青銅已經爆炸了! 好拿到... 喔! 新的裝備喔! 看一下! 哇!超多東西的欸! 等一下我看一下!鐵釘嘛! 哇哇哇!超多欸! 哇!還...還沒玩喔! 哇!好多東西喔! 鐵製好多... 喔喔喔喔! 喔喔! 東西有點太多了! 欸等一下! 哇塞! 欸! 鐵一燒完東西超級多欸!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鐵靈甲! 20個鐵! 喔!鐵直接做就可以了! 然後加鹿皮嘛! 然後鐵...鐵板甲! 然後... 鐵製的裝備! 鐵斧! 獵護弓也是要用鐵! 哇帥! 太帥了! 那要什麼? 鐵頭盔! 鐵頭盔感覺跟青銅頭盔長得好像喔! 可不可以... 長帥一點! 鐵錘! 青銅鎬! 鐵鎬! 鐵鎬! 鐵鎬應該挖得更快! 然後條紋盾! 條紋鐵盾跟鐵塔盾! 我覺得條紋鐵盾好像比較好看一點! 鐵塔盾感覺還好! 然後鐵劍! 鐵線傷害是55P砍! 喔!珠珠差了25! 不過我的... 青銅劍應該... 傷害47啦! 我們來看一下材料其實都是... 哇!要青銅欸! 敦斧要青銅的話這樣就麻煩了! 這樣要運青銅過去! 那我就必須... 先攜帶一堆東西過去! 總而言之... 總之... 就是先需要一堆木材! 我才能搬過去! 因為礦物不能帶過去嘛! 好!我們先繞一下... 這個...傳送門附近! 因為這邊其實我沒有把它掛完! 這邊我有繞一下! 因為... 那時候不想提前先探一下沼澤的區域啦! 怕我自己先劇透! 然後我就繞這邊草...草原的地方! 我看到一個超級大村莊! 我們順便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看到裡面有什麼! 我看到這裡面有什麼! Wooooohhh! Shock! 嚇死我啊! 哈哈哈! 嚇死人! 看看樓上有什麼! 滴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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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上去了 上不去啊 這什麼破鬍子啊 這什麼鬍子啊 露出你們的頭來 nice喔 急殺一隻 蜂窩在裡面 我們先看一下這 這裡面有什麼 嗚嗚嗚嗨 怎麼樣 有意見嗎 嗨 嗨 嘿嘿嘿 我們住這附近好嗎 真的好嗎 這裡面有三隻屍鬼 這個先清一下吧 再來是清一下 等一下把門關起來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是先把這邊清乾淨好了 那個大洞的沒關係 因為裡面我好像有看到重生區 那沒事 但是這邊我們可以清一下 等一下 這個真的 它的那個地板很麻煩 OKOK 還有蜂窩 有這有什麼 我先把這情況 不管了 好 先這樣 這邊其實剛好可以 來睡覺欸 可以可以 這間應該可以拿來睡覺 只是 這路口的這地板太麻煩了 好 反正我家就暫時先住這裡吧 然後把傳送門蓋在這裡 唉唷 好 沒事 蓋在這裡好了 傳送門好像有點高欸 還是要蓋在這邊啊 欸 這隔間是幹嘛用的 我可以把它拆掉嗎 可是這樣好像沒什麼用 蓋在這裡好了 沼澤 OK 全部拿取 我把它放這裡 好 回家 來吧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加固型寶箱 欸 它有個人寶箱欸 個人寶箱跟加固型寶箱 到底差在哪裡 好小喔 加固型寶箱 怎麼聽起來很像古阿末那個 加固型寶箱 大家有看到古阿末那個嗎 古阿末的那個電影實驗 欸 這大多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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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不是我在說這有夠大 我的礦物以後燒好的礦物全部堆這裡 欸不對 礦物其實沒很多 大多了嘛 對不對 好吧就這樣吧 我私底下會在砍很多的細木跟 挖很多的礦 今天直播就先玩到這邊吧 對 沒錯 就先這樣吧 我私底下應該是會 在這個村莊附近 挖很多的礦 就是黑暗03我先挖銅礦跟錫礦 因為要把銅礦跟錫礦 從這邊運過來 太花時間了 其實應該也是可以齁 可是要開船啊 然後開完船挖一點一點 一滴的斑 而且 船不能直接 如果它這邊有水邊的話是可以 但是我就要這樣繞過去 超級遠 哇賽 真是一個大工程 我在私底下花點時間試試看啊 只能這樣子了 好啦總之我們今天直播就差不多 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我們下次希望可以 應該可以把我們的 沼澤破關吧 希望可以 對 對 然後我們的血骨惡靈啊 第三隻boss在這個位置 對 第三隻 在這個位置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晚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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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的 我們下集了 這次影片